大家好,欢迎收看贬头看电影 今天带来的这部电影很特别 看视频标题大家应该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年度重口变态神篇 嘎那放映时一百多人吓得逃离影院 限制集电影中的限制集 考验观众心理承受力的极限 有些标题打 其实恰如其分 没错,它就是拉斯冯提尔的最新大作 此房是我造 看多了庸俗造作浮夸套路的商业片 遇到这种真实爆裂敢想敢拍的硬核电影 是十分珍惜的 尤其当他的导演是指导过黑暗中的舞者 狗阵女性影者的拉斯冯提尔的时候 影迷们都清楚 这样的尺度只不过是冯提尔的正常发挥而已 当然,考虑到大家的承受能力 这部电影便都不能说太细 所以我尽量用十分钟简单讲个大概 各位尽管放心实用 这期节目能顺顺利利的和大家见面 扁斗都谢天谢地了 故事开始 男主亲口回忆起他第一次杀人的经过 那是一个大雪封山的冬天 建筑师男主打算盖一栋房子 开车出门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车胎爆了的金发淑女 胎爆了 千金顶也坏了 女子希望男主能载她去修 男主虽然有洁癖 不希望女子弄脏她的车 但她还是答应了 可能是觉得气氛有点尬 途中女子没话找话 说自己不应该忘记妈妈的叮嘱 随便上陌生人的车 接着又说男主长得像变态杀人狂 说她的红色面包车像运尸车 女子甚至教男主杀人埋尸的方法 真是一个唠唠叨叨 没完没了的女人 修好千金顶后 女子又求男主载她回去修车 男主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谁知道修好的千金顶一拧修坏 男主还有事要忙 女子再次厚着脸皮 求男主载她去修千金顶 不善拒绝的男主只好答应 一来二去什么也没干 男主压抑着心底的烦躁 为了打破尴尬气氛 女子又开始逼逼叨叨起来 她说不不不 我收回之前说你像变态杀人狂的话 其实你长相挺怂的 一点都不像变态杀人狂 突然男主猛踩住了刹车 她受够了 女子感觉大势不好 脸上挤出一堆苦笑 随后被男主抄起的千金顶 砸开了花 杀人的瞬间 男主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感 仿佛贝多芬第一次出道钢琴的琴剑 男主灵魂深处 有些东西苏醒了 望着自己的作品 女人被砸烂的脸 男主仿佛看到一幅大师所作的抽象画 一栋大师设计的完美歌特式建筑 男主把女子的尸体 拖到密不透风的冷冻库 把女子的车藏到了 无人问津的周济交界 完美的犯罪达成 在这人际罕至的冬日森林 是没有警察会过问的 男主回忆起第二次杀人的经过 谈奏过贝多芬的人 自然也会想试试萧邦 出场杀人快感的男主 在初春雪荣的时候 想要再来一发 一个独自回家的女人 有点操之过急 男主太渴望杀戮了 他甚至没有事先编织好一个谎言 他含糊其词地称自己是警察 女人不信 因为男主没有警徽 继而他又称自己是卖保险的 可以给女人申请更高的退休金保额 女人信了 他放男主进了屋子 如同狼入羊圈 男主扑向女人 女人挣脱男主跑开了 一头不熟悉猎杀的狼 男主再次扑向逃离的女人 这次他紧紧掐住女人的喉咙 女人在男主手中挣扎着 缺氧的他开始失去意识 男主松开了手 结果女人还有一口气 男主不知所措 为了彻底结果女人 男主取出刀 一刀刺穿了他的心脏 鲜血是最刺眼的颜料 他染红女人的胸膛 为平淡的画面上了色 男主把女人拖到椅子上 按下快门 一副椅子上的艺术品完成了 把女人的尸体打包装袋拖上车 有洁癖的男主仔细清理完屋内的痕迹 回到车里准备离开 他犹豫了 我是不是漏了什么 好像地毯和台灯下 还有血迹没擦干 男主有强迫症 他又回到现场 血迹根本不存在 再收拾一番回到车里 他又惦记着墙上好像还有血迹 又一次回到现场 什么也没有 恼人的强迫症 如此反复多次以后 巡警来了 男主把尸体搬下车 跟巡警周旋起来 可能是因为收拾得太干净 警察并没有对男主产生怀疑 男主找到机会 把装饰袋绑在车尾 一路拖着行驶离开了现场 谁知袋子破了 女人的尸体与路面摩擦 留下了一路的血迹 谁都可以沿着血迹 追踪到杀人凶手的去处 男主意识到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完蛋了 正痛苦的时候 老天爷出手相助了 一场十年一遇的漂泊大雨 将路面冲写得干干净净 漏洞百出的犯罪 转眼又变成了完美犯罪 男主感觉自己身后 站着一位保护神 再看女人的尸体 男主进步就很快了 他回家对着镜子练习表演 虽然从小离群所居 缺乏共情能力 但通过模仿照片上的表情 来学习喜怒哀乐 也是不难的 他回忆起小时候 抓到一只小鸭子 剪掉一只脚掌 然后放回去 看他在水里扑他 为了练习掐人的手法 不至于重蹈覆辙 他掐住跟自己亲热的女友 估摸着一个比较合适的力度 并读秒计数 记录下女友死亡的时间 随后将尸体放入冷冻库 拍下各种各样的死亡艺术照 说到是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缘故 才让男主缺乏人性中的基本情感是 男主谈到了他的第三个故事 这个故事中的作品 正是受家庭观念启发创作的 男主带着一个单亲妈妈 和他的两个儿子外叔打猎 他友好的给孩子们介绍打猎的方法 讲述猎人堆叠战利品的故事 并声称捕杀野生动物很简单 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镜头一转 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男主正用自己所说的打猎方法 把单身母亲和他的两个孩子 当作活靶子打 狩猎过程太残忍 估计很多观众就是被这段场景吓跑的 咱们跳过 狩猎完成 男主把三人的尸体排成一列 拿乌鸦的尸骸作为点缀 用树枝围成画框 一幅关于战利品的艺术作品完成了 像极了卡拉瓦桥的油画 男主推掉了他建好一半的房子 他需要换一种建筑风格 如同他需要新的杀戮创作方法一样 男主突然从制作标本的过程得到了灵感 他把还为尸姜的男孩 用钢锁别针等支架固定好 摆出他喜欢的造型 然后待冷冻尸姜之后拆掉固定物 男孩尸体终于呈现出了他喜欢的样子 他称这幅作品为顽皮男孩 男主说起他的罗曼史 也就是第四个故事 比起女人 男主更喜欢死亡 他向女孩表明自己是个连环杀手 已经杀了60个人了 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再杀61个 女孩不以为然 只说你看起来很奇怪 接着男主拿起画笔 在女孩胸前勾勒出他的胸部轮廓 强迫着男主发现女孩的双乳并不对称 女孩看着男主觉得事情不大对头 赶紧抽身离开 你他妈看起来太奇怪了 女孩找到警察 警察觉得不过是小两口喝多了吵架 没多管开车走了 男主的演技已经修炼到了18层 一个哭戏就把女孩软化了 女孩跟男主回到房间 打电话时才发现了真正的不对劲 电话线被剪断了 男主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正式宣布将女孩列入到了杀戮名单的第61人 任女孩怎么尖叫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 男主把女孩绑架 肢解了 如同恐怖歌谣 鹅妈妈里面所唱的矮胖子 国王与他的兵马 都无法把女孩零碎的尸首拼起来 女孩的诱辱 男主舍不得扔掉 做成了一个人皮钱包 为什么前四个故事里的女人们都这么蠢 男主表示 好吧 纯属意外 我只是随机挑选故事来着 可能女人更容易配合 更容易落入我的圈套吧 我也用男人创作过的 第五个故事 男主把黑哥绑下面包车 赶进冷冻库 绑在了架子上 架子上还绑着另外一些男人 他们全都头挨着 排成了一次行 动得直哆嗦 男主要做一个二战时的恐怖试验 如同奥德修斯射穿12柄贴斧的浮孔 他要看看 一颗全金属外壳的子弹 究竟能射穿几个人的头颅 准备动手的时候 退伍军人黑哥告诉男主 大哥 且慢 你这不是全金属外壳子弹 男主一看果然不是 但和尚贴错了标签 他离开冷冻库 出门找卖子弹的小哥算账 小哥早就看出男主不正常 偷偷报了警 坚决不败男主全金属外壳 没办法 男主只好找红袍老哥帮忙 老哥也提前知道了 男主是连环变态杀人犯 拿枪稳住了男主 然后等警察过来 18层演技的男主 跟老哥扯就是续情义 老哥放松警惕 给男主来了杯威士忌 结果男主偷袭杀害了老哥 又穿上老哥红袍 埋伏了赶来的警察 最后男主终于拿到了一颗 全金属外壳子弹 高高兴兴开着警车 一路鸣笛回到了冷冻库 下车的时候 竟然连警笛都没关 好猖狂的汉匪 子弹是搞定了 可因为距离太近 狙击枪的八倍镜无法聚焦 男主被迫打开一扇 关了很久的门 男主把枪挪进房间 找到合适的狙杀距离 调整好瞄准镜 屋子外 警察已经追着尸弃的警车 找到了男主的冷冻库 正当男主要抠动扳机时 男主听到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 那是一个老头 老头告诉男主 其实他一直在暗处观察他 男主的每次杀戮 老头都在现场 电影进展到这里 已经接近尾声了 老头是一个类似上帝使者 或者地狱使者的角色 后面的剧情也变得魔幻起了 警察已经用气汗 切开了冷冻式的门 对屋内开了几枪 男主放弃了实验 赶紧跟着老头跑路 进入用尸体搭出的房子 男主钻入地底 开始了一段逃生之旅 男主度过饱含欲望 痛苦和罪恶的明河 与老头组成了一幅油画 回顾一生的罪恶之路 他再次看到了被他杀害的人们 最后 男主在攀过绝壁式尸首 跌入了地狱最深的地方 电影定格 他成了副片中一个看不见的小黑点 最显眼的 只有流向地狱深处的岩浆 他最终成为了自己 最喜欢的艺术品的一部分 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 无法到达的地方 恭喜你又看完一部电影 狗镇里 外来女孩被全村人凌辱 最后愤怒屠村 黑暗中的无者里 女主为给儿子治病而杀人 女性赢者更是大胆露骨 把女人欲望那点事 讲得透彻无比 吹得吹爆 喷得喷死 风蹄儿的电影向来争议非常大 而这次的此房是我造 则像是他的极大乘坐 男主也成了纯粹的恶人 一个比食人魔汉泥拔 还有冷血可怕的杀人狂形象 由此诞生 要不是风蹄儿最后让男主下了地狱 我们真的需要担心一下 导演的价值观倾向问题了 无论有多么偏执 疯狂 前卫扭曲的艺术理念 都不能以无视生命和人性的价值为基础 导演通过电影 探索了艺术可能的边界 又在最大恶极的边缘 赶紧收束回来 一次真实 却又不太过火的思想实验 或许这便是另外一百名观众 为他鼓掌的理由 听故事聊电影 更多风蹄儿的作品 我们日后接着讲 本篇信息量很大 贬兜只能说这么多了 订阅贬兜看电影 微信公众号BDCmovie 或许最快最全更新 扫一扫 关个注 有惊喜 不迷路 咱们下期见 拜拜